好,我們今次的主題就是認識神的聖結和人的罪性 我們認識的時候,我們就能夠處理我們的罪性和處理人的罪性 因為有時人的罪會令到我們很激氣、很不開心、很受傷害 我們怎樣可以處理到呢? 而我們看到神的聖結,我們都追求聖結 我們就是神,幫助我們活出神的聖結 我們看到這個圖就是看到神是極度聖結的 但是人呢,有時會任意傷害人,有時會很容易發脾氣 很容易隨便的,心裡面就有一種怨恨人 其實我們整個生命都是很多的罪污 而我們信靠耶穌,可以得到謝罪 神就將公義為菩薩給我們 還有我們所行的義也是我們的光明結白的世麻衣 聖經說到有這個義袍也有光明結白的世麻衣 可能是同一件衣服來的 不過裡面有神的恩典,神的公義 也有同時有我們基督徒所行的義 有一天我們在天上的時候 聖經說到每個人按照他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惡受報 亦都是不同的榮光 好像保羅所說的,在哥林多前書十五章 日有日的榮光,月有月的榮光 在每個人的榮光不同 因為每個人基督徒所行的義都不同 求主幫助我們不要被人影響 能夠在今世都彰顯神的榮耀 永遠都會在神的榮耀之下活著 是一個最開心的事 有時人真的會激到我們生虎跳 因為人是有很多問題 你想也想不到的問題 為何會這樣? 很多人就很不明白為何會這樣? 有沒有搞錯?為何會這樣? 我們有時就會很激氣 很激氣之後我們自己也有罪 因為我們會發脾氣 我們會說一些不應該說的話 我們會有時甚至就是表情 可能沒有說話,你說沒有話要說 不過表情已經是很憤怒 表情已經是很… 整個嘔吐了 或者表情是不喜歡的表情 其實人們看到的 不喜歡的表情是人們看到的 譬如你見到一個人 你明明很不喜歡他 你的表情是無法能夠一種喜血的表情 除非你裡面釋放了這種憤怒 否則裡面是不會有這種喜悅的情況 所以這個是需要我們處理的 首先我們就明白神是聖結和極度美麗 即是神是非常之美麗的 神就是光在他裡面毫無黑暗 也說到追求聖結 因為非聖結沒有人能見主 即是神是非常聖結的 神的聖結 所以天堂就很美麗了 因為神的聖結 在天堂是極美好的 聖結是極美好的 所以天堂是極美好的 因為天堂沒有罪 天堂沒有任何的罪 有些人去過天堂 他回來後都說 哇 真是好 那些人見到他 每個都很高度的接立 是很開心的 在天堂再沒有什麼呢 沒有生氣 沒有不饒恕 沒有藐視 有時我們一生人都會覺得自己 哇 學歷不夠 可能覺得別人少看我們 或者有些事情我們介意 但是天堂不再介意了 不再介意什麼 不再介意我們一輩子做過的事 有時我們會這樣想 哎呀 糟了 我以前得罪過這個基督徒 上到天堂還會介意呢 是已經不介意了 全部都不介意 這是很好的 因為有時在世上 可能他也不太接受你 但是上到天堂 他也好像沒有了東西 就是很開心 所以不介意是很好的 又沒有仇恨 沒有吵架 沒有煩惱 沒有污慰 什麼不好的都沒有了 這件事真的是 天堂極好 因為他是聖結的 所以在那裡天堂極好 而天堂充滿什麼呢 充滿愛 充滿接立 大家都很接立 還有開心和滿足 聖經講到 啟示錄有一章四節 不再有悲哀 哭耗疼痛 還有在基督同在 是因為好得無比 因為這事好得無比 是好得不得了的 還有可以進來享受 你主人的快樂 都是形容在天上很好的 我想說說 我們今天一間分組的時候 做什麼呢 分組的時候 就是大家 你找一張 slide 其中一張 slide 找一些經文 你就可以嘗試跟別人說 譬如你用這張也可以 這張你說什麼呢 你說你家裡有沒有吵架 有沒有不開心 你有沒有一個地方 你去到的地方 全部的人都很好 很開心 又對你好好的 有沒有這樣的地方 可能想想想 都不知道哪裡有 就算教堂 也有時候有人不好 教堂應該好 不過有時候人都是不好 所以教堂 有時候都會有些人不喜歡 有些怨恨 有些戒意 都會戒意 你說天堂再沒有戒意 天堂完全沒有痛苦 因為聖經說什麼呢 在那裡沒有悲哀 你解釋的經文 又沒有不開心 又沒有哭 又沒有痛 好得無比 好得不得了 超越你所想像 可以享受主人的快樂 稍後你在小組的時候可以練習 練習之後你可以上台說 我們上次有個姐妹 她又說 她說 上台原來這麼害怕 我就告訴大家 我第一次上台都很害怕 我還沒上台的時候 那時候在學校 當老師 校長說 我們每個老師都會說 我聽到是很開心 因為我已經有心事奉神 她說有機會說到我是很開心 怎麼知道上台後 那些腳不斷震 不斷震 不斷震 到我上台後 我一說話 那個回音 那個麥克風 回音 我一聽到回音 我馬上就不害怕 我之後再沒有害怕 第二次又震過 但又聽到回音又沒事 這個在我來說是得到幫助 不過有些人來說也是不得到幫助 我上一次也發出訊息 就是怎麼可以不害怕 那個方法就是 當我們想到神幾大的恩典 我們很想見證神的恩典 還有想到都會鼓勵人 那些人都有需要的 還有未上台之前 就已經在讚美神充滿 有聖靈的充滿 然後上台的時候 一邊說的時候 一邊在聖靈充滿的狀態 一邊想著耶穌,歡喜耶穌 又想著耶穌現在很喜歡我上來分享 那你就會越來越處理 越來越…可能逐步逐步就會進步 逐步逐步就不再有害怕了 我希望大家練習 因為練習的時候 將來我們能夠隨時上台分享 可以作美好見證 我們希望都會有人予練習 好,我們要明白 關於聖結 我們都需要明白 神的愛和聖結 兩樣的平衡 因為神有兩個主要性情 一方面祂是慈愛的 祂很愛我們,接納我們 另一方面祂很聖結公義 祂不能夠當罪人是沒有罪 祂不能夠當他沒有罪 現在是因為耶穌遮蓋我們的罪 所以沒有罪的 如果不是耶穌遮蓋我們的罪 我們個個都是有罪的 我們不見到神 我們見到神會很害怕的 為什麼那些人不能上天 因為他見到神很害怕很痛苦 因為他在神的聖結之下 他全身污蔑 他沒有辦法見到神 也神是不能容忍到祂的 因為神是聖結 他不能夠容忍的 神就是禁聖結 所以唯一的方法 就是耶穌為我們贖罪 承擔了罪的懲罰 於是我們能夠得到罪的赦免 以及有耶穌的義婆在身上 我們就變成為一個 在神的眼中 是好像耶穌那麼美麗的 所以我們個個都在耶穌面前 那麼我們有罪 我們就悔改 神就很喜悅的 但如果一個人繼續犯罪 又不悔改 神是聖結有說到 體貼肉體的就是必定是收敗壞的 體貼肉體就是死的 信從肉體就是必從情慾的 必從情慾收敗壞的 必定是帶來破壞性的 然後聖經說 在十字節有什麼發生呢 就是神死無罪的 我們成為罪 好叫我們在祂裡面成為神的義 我們個個都有充滿神的義婆 有神的義婆是非常美麗的 在神的眼中 我們個個都是美麗的 好了 我們知道神是聖結 我們都接受人是罪人 人人都是罪人 包括我們自己都是罪人 我都是罪人 我都是需要神的赦免 而相信世人都犯了罪 個個都犯了罪 個個人都犯了罪 還有罪的功架是死的 是很慘的 是永遠沉淪 是極度慘的 是神的恩賜 神的禮物 叫我們得到永生 但是呢 這個 罪的功架是非常嚴重的 我都鼓勵大家 是下載了這些PDF 在你的手機 其實它的容量 不是很大 其實你可以 做一個Folder 如果你不懂得做 我們可以教你做的 一個Folder 在你的手機裡面 就把這些不同的PDF放在這裡 你可以選擇那些 可以傳福音 建立人靈命的 每次我都給了一個QR Code 二維碼給你 你可以下載了 你就可以 譬如你一時 想起用這個經文 給他看地獄 你就開了一個圖片給他看 開了一個PDF給他看 亦都可以下載 如果你想下載一些圖片 可以傳給你 大家就可以用來傳福音 我們看到罪的代價 你上班的代價是甚麼 是有錢 你愛人的後果是甚麼 你愛人的後果就是 他通常和你的關係更加好 但犯罪的後果是很嚴重的 是永遠沉淪 是淒涼到不得了 是無法出來的 是極度痛苦的 因為我們人有很多罪 有低沉、生氣人、看輕人、愛錢 惡毒的話、驕傲、講閒話、懶惰、情慾 各方面的罪是人有 我們人人都有的 而明白自己和人都是有罪性情的 所以我們人心被萬物都鬼詐 我們每個都試過 想想怎麼說謊 怎樣令到人以為我們沒有說謊 即是我們會用方法 令到他以為我們不是說謊 即是這個就是鬼詐 即是用一種狡猾的方法 狡猾的方法得到一些我們不應該得到的東西 當然信耶穌之後我們會盡量減少這些行為 我希望可以一有這個意念 即刻停止 但是我們在未信或者初信的時候 都很可能會有這些罪的性情 而現在都有 不過是罪的行為 而我們現在也會有些鬼詐 即是不想人知道我們做錯一些事 這個都是我們心中的鬼詐 是壞到極處 我們的罪性情誰能釋透呢 見到人的罪不需要驚訝和震怒 同時會連率他們 不用那麼驚訝 我講出一些我們通常見到很激氣的罪 見利亡義 你有沒有一個朋友認識你 甚至是跟你合夥做生意 誰知道後來騙了你的錢 那你的心有沒有搞錯 以前是朋友 親戚 我聽過有些人說 我親戚 他騙了我的錢 見利亡義 覺得很難接受 其實人的罪性就是這樣 我們明白了 我們心就不會那麼激氣 那你說我損失 但是損失神會給我們 愛神神就是為我們 以為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生未曾想到的恩怜 所以我們不需要因為人家搶了我們的東西 我們就很不開心 就算他見利亡義 其實他比我慘 因為他要面對神 除非他悔改 我們求主幫他 真是信耶穌得救 否則他比我們更慘 我們就不會說 他真的搶了我很多東西 而是我們說 其實他搶了很多東西 不過他失了很多東西 他更加被神去懲罰 是更加嚴重的 我們心就能接受到 有時候人們利用人 利用我們去過關 利用我們去得到一些東西 但是過後就把我們踢走 令到我們心裡很不喜歡 或者誣告 很多時候很激氣 明明沒有做 他說我做 告訴別人 你做錯什麼事 你得罪人 你做什麼事 明明沒有做 被人誣告 令到我們很容易生氣 其實這些罪 我相信我們每個人都見過 見過有人做 甚至我們自己也有做過 造謠 這個社會 大家看看這個圖片 有說到千面騙徒 真面目曝光 有些人是千面騙徒 例如有些出名的 那些網上的 專哄女人的比較多 有些哄男人比較少 哄女人的 甚至有些新聞說 八十多歲的婆婆 都被人哄了 她說 聽到你的聲音 我就覺得很甜蜜 哎呀 你真是令到我 嘩 好 好 好 八十多歲的婆婆 都相信 其實 都沒有見到臉 怎麼會 聽到婆婆說話 就這麼愛 這麼喜歡 而她是騙過很多人 即是她們很認識這件事 很懂得這個心理 這個女性的心理 很想得到愛 她就會用不同的方法去引誘人 當你被人騙了的時候 你真是激起到不得了 怎麼搞的 原來是騙我的 而這個假新聞 她就說到 假新聞比真新聞快六倍 傳得快六倍 因為某些人 某些人 說哪一個總統 哪一個人 說了這些說話 做了些事情 馬上能不能傳 根本是沒有傳到的 接著沒有做到的 其實在網上已經說過了 她把幾個名人拍出來 接著拍她 真的說話 很像觸她 又說她怎麼做錯事 又被人打 被人抓 真是一些我們認識的公眾人物 都被人做了這些事情 她那些就是示範 她不是真的 是示範 但是也有很多被人做了這些事情 你都不知道 這個後果 真的有時在這個世界上 是將來很嚴重 尤其是將來敵基督 攻擊基督徒 她其中一個方法是怎樣 就做一個牧師的樣子 或者她的動作 做到她去哄女生 跟女生上床 那你說有沒有搞錯 什麼牧師跟女生上床 她沒有 只是弄出來 那時候真的很冤枉 真的覺得很冤枉 但是我們知道的時候 你不要隨便什麼事情都相信 我們就保守自己 盡量保守自己 我發覺原來有些人這樣說 有些電話打來 但是用video call 就是影片的電話 打來 就是一拍就拍你 這些電話就不應該接 因為如果他真的要找你 他應該先傳訊息 不是一打打一個影片的call 但是有些人就不知道 開了個樣子 然後他就怎樣 他就用AI把你的樣子弄到會動 弄到會動 就說了一些不應該說的事 做了一些不應該做的事 然後或者說 哎呀我好慘啊 譬如有一個其中一個 他就拿了他女兒的聲音 他很容易打電話來 接著錄了他的聲音 接著就播放他的女兒的聲音 哎呀不要打我 哎呀好痛啊 好痛啊 然後就告訴他的媽媽 你現在給我多少次 你現在你的女兒在我身上 哇 後來他查完 他的女兒根本沒有被捉到 這些在這個世界上是發生的事 真的像到十足十的 我們是真的要很小心 很小心 因為這個世界的科技 可以被人濫用得很厲害 所以非常小心 網上的東西 就不太容易相信了 或者是人會有淫念 或者是奸淫 這些都是人真的會做的事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很多時候 夫妻相處得很久 就會暗暗沉沉 哆哆哆哆 很長氣 哇外面認識一個女兒 因為女兒又沒有跟你相處 嘩又嘩又嬌又 嘩你一喜歡做些什麼 她又嘩整個人很開心 很多男性跟太太沒有關係 你看這個女兒多可愛 你以前都這樣 不過現在你變了一個婆 變了一個暗沉婆 但其實為什麼暗沉婆 因為她不愛她 就變了暗沉 但如果她愛她 她就會一樣那麼可愛 但很多太太實際上發覺 丈夫不再像以前那麼疼她 所以就很多很多這些問題 就很容易會產生這些淫念 或者是奸淫的事情發生 或者是憎恨人 惹人 挑釁 有些人會說一些挑釁的說話 好像你這樣 那麼沒有學識 好像你那麼醜八怪 好像你這樣 那麼蠢 那麼肥 你真的什麼都 有什麼用 即是你說的說話 然後想打她 這些是挑釁的說話 其實這些我們不用放在心上 這是一種武器 不用介意的 但是很多人就介意 哇 她做些事情針對我 另一個就是對立 她做些事情針對我 譬如在屋子裡 在你旁邊 在你旁邊 在吵吵吵吵吵吵吵 你就覺得她和我對立 其實她和我對立 她很慘 因為她和基督徒對立 她是毀壞神的電 若有人毀壞神的電 神必要毀壞那人 因為那電就是你們 我們就是神的電 所以毀壞神的電 她是很慘的 我們想到她很慘 我們就不會生氣 其實人有時候是不自覺地 做這些事情是不自覺的 她生氣了人 她對立 她和別人對立 她不知道自己做了 或者她做 而她覺得有滿足 但其實她不是真的滿足的 她只是一種憤怒 她做完是否會開心一點 其實不是開心一點的 所以其實很多人 她和別人對立 她自己是很慘的 或者她害人、殺人 甚至有些人殺人 這裡就說到有人殺了什麼 殺了兩個太太、三個兒子 換了九百萬的保險金 真是很離譜的 這個世界上什麼人都有的 會做一些很離譜的事 以及人的驕傲自大 所以我們看到人做一些很離譜的事 不要覺得很驚訝 不出奇的 人是會犯錯的 就算大衛 他也會犯奸人和殺人 基督徒一樣會做很嚴重的事 我們怎樣保守自己 就是我們知道 我們心情很寶貴 我越犯罪越破壞 我越聽話 神越祝福我 我們深信的時候 我們就不給任何罪影響 以及不要給人的罪影響 我挑釁我 不代表是真的 不代表是有重要性的 我不用放在心上 神會祝福我的 我們不能接受人的罪性 會帶來什麼後果呢 就很容易激怒了 生蝦這樣跳 在我家裡跳 那個人就很開心 因為有些人喜歡說話 就令到你即時 整個臉都紅了 即時火爆 是他的享受 他見到你 我說話 原來你這麼大反應 我將來就說多些 所以我們其實不用反應 平平安安 是嗎 好吧 我留意 或者有什麼攻擊我們 不要緊的 耶穌看中我 我生命會發揮 即是完全不受影響 還有有時就會放棄人 人都是這麼壞的 哎呀 這個世界的人都是壞人 每個人都是壞人 教堂都是壞人 教堂有些壞人 不是每個人都是壞人 即是有人對我們 不要代表全教堂都是壞人 其實有些人真的會對人放棄 還有沒有心愛人 愛人沒有用的 愛完他 他又利用你了 你做了神紀念 所以就算他利用我們 不要緊的 神紀念 這是最重要的 而我們整天愛人 神是祝福我們的 神喜悦我們的 所以我們就說 不要因為我們曾經愛人 而失望過 所以我們以後都不愛人 這個是因為我們侍奉 最重要的是愛人如己 還有對人生灰心 做人真的沒有意思了 連老公老婆都走了 子女都走了 哎呀做人真的沒有意思 於是整個人灰心了 這個也是一種放棄 所以受人應該是很慘的 另外就是奮世實做 哇這個世界真的很壞 我真的很生氣 看到鳳牆就想打 想打爆別人 那時候我聽到一首歌 踢爆汽水罐 就是一首歌很久之前 那種生氣 很生氣 然後生命不會發揮 原來不接受人的罪 就會帶來一些問題 我們明白 其實我們的安全感和盼望 不是在人身上的 有些人真是好的 我們感謝神 有好的人我們要珍惜 我們感謝神 我們中間有好的人 我們感謝神 但是依然我們的安全感 最大放在神那裡 好的人的確對我們有幫助 但是我們那個安全感 都是比例 有比例 當然譬如我作為牧師 你一定對我有些安全感 即是覺得 和我一起聊天 是覺得舒服的 我會幫助你的 一定有相當程度的安全感 但是這個安全感 應該和神的安全感 是不同的 因為神的安全感很大 而我們和人的安全感 應該是和他的生命 有成正比例的 就是一個人越可靠 當然我們和他一起相處 就會有安全感 所以我們世界上 的確是可以有好朋友 不過有一天 真是好朋友 令你失望的時候 也不要太失望 因為知道 就算好朋友 有時他會跌倒的 所以我們最大的安全感 是來自神 但是世界上 有些人是真是可靠的 是可信的 譬如我太太 我知道她是可信的 她不會 有一天 忽然間完全針對我 不會的 我知道是可信的 這個是 在人裡 是可以找到一些安全感 我們感謝神 所以你在某人身上 找到安全感 你要感謝神 你就珍惜 但也不要把你整個安全感 都放在他身上 我們依然是把全個安全感 放在神身上 對人的話 我們是根據他的生命的 而我們的安全感 和盼望 是來自神 不是來自人的 所以在詩篇146篇三節 神就說 你不要依靠君王 不要依靠世人 他一點不能幫助 君王和世人 他們都有限制 雖然他們可能有錢 有能力 但他不能夠幫助我們的生命 他的幫助是有限度 雖然他有某程度的幫助 但是他的幫助是有限度的 譬如我們都感激家人 他怎樣都照顧我們 這個都是一種幫助 而神才是那位有大能大力 使人尊大強性 都出於神的 《歷代至上》29章12節 他是滿有能力 使人尊大強性的 好了 那我們怎樣不讓人傷害 和接立罪人呢 既然罪人這麼多問題 我們怎樣不讓他們傷害呢 第一我們要明白 為什麼有些基督徒 更加容易受傷害 就是因為他們注目在自己 我都見過很多基督徒 他跟我說 他說什麼呢 我去教會都沒有人關心我 都沒有人幫我 那些人經常都不理我 他經常都是說我 那些人怎樣對我 我去過教會 其實我都見過很多人不好 但你聽我說的話 我經常都說 神真的好 感謝神 神也祝福我的生命 祝福不同教會 我去到教會 真的得到幫助 就得到祝福 雖然我見到人不好 但我會分開 那些人不好 不關我事的 不要緊的 不用放在心上的 那我就不注目在我自己得到些什麼 我注目在神 和人的好的地方 我反而得到多些東西 我反而 從人相處我是開心的 我很少是痛苦的 有些痛苦我又放手 所以我是沒有受人的負面影響 在我的記憶裡 不是很多痛苦的 我曾經看過這個故事 他有一個牧師 他退休 後來去到老人院 去到老人院 他經常說什麼 我以前的教友 他什麼不好 他什麼什麼 一邊數 這個牧師很可惜 其實不是每個牧師 不是每個基督徒都懂得處理垃圾 很多人就會裝了很多這些垃圾 他怎麼對我不好 我幫他多少 怎知道他又離開神 他又出賣我 他又說笑 攻擊我 這些真的會發生的 不過問題就是 我們有沒有受落 為什麼會有些人受落多些 他注目在自己 經常說 那些人對我不好 他傷害我 我的困難很多 我的情緒 我們有沒有被人尊重 我能不能得到利益 還有他有沒有享受 他就注目這些 而我們應該注目在什麼 神多大的恩典 他的能力 神又保護我 又祝福我 神又醫治我 還有人有需要的 他有痛苦的 我就關心他 我帶人信主 就帶來祝福 很想祝福人 神的角度如何抗止 就是注目在神的角度 還有永恆 這樣的時候 我們反而得福 好了 有人激怒我們 我們怎麼不讓他激怒 我是選擇性的 我是選擇 不是選擇性 我是選擇不被人激怒 有人就算看著我 一直發脾氣 他臉好像獅子那麼兇 我都選擇 不放在心上 那什麼方法很重要 是建立自己的安全感 我是寶貴的 我在神眼中是重要的 是神在我心裡有奇妙計劃的 我的生命有重大的發揮 可以大大的祝福更多人的 我們每一個希望大家 首先相信神愛我們 看重我們 還有在這個課程練習 如何解釋聖經 如何幫人 於是你就有安全感 我是給神使用的 我可以祝福人的 我懂得講聖經 我可以幫到人 我可以傳福音的 我可以帶到人去信耶穌的 心裡有安全感 我可以學會如何跟人相處的 第二 深信 別人拿不走神的祝福 所以我不用受影響 被人激怒 可以帶來傷害 會破壞神的奇妙計劃 如果我被他激怒 那就會破壞神的計劃 我發脾氣 會破壞 所以我就放手 然後親近神 得平安喜樂和力量 就告訴自己 我不需要給他影響 他不能夠搶走我的恩典 溫柔地面對他的傷害 就能夠幫助自己進入神奇妙計劃 即是以善性惡 愛我們的仇敵 反而能夠得勝 我自己真的經歷過這些 但我都發覺 當一個人是繼續 繼續鬧 繼續吵的時候 是難受一點的 不過我已經選擇了 我心裡說 不讓他影響 不讓他影響 就算他長時間發脾氣 在我心裡我都一直處理 一過後立刻放手 盡快放手 這也是學習到的 而在過程中 一直告訴自己 不要緊 不能死 沒有所謂的 我真的在心裡 是有很多次曾經這樣做的 而我們搖書 有很多人很難搖書 有些人曾經跟我說 他說我永遠都不會搖書我丈夫 因為他實在太差了 這是我們可以求助幫助我們的 首先我們明白 搖書不是告訴他他沒有罪 不是告訴他他沒有問題 他是有問題 不過我選擇搖書他而已 搖書是什麼呢 我願意放手 我不追究 第三 我願意接納和搖書他 第四 我接受他曾經受傷害 所以會傷害人 我就明白為何要傷害人 以及看出他 我知道他受了傷害 搖書是說什麼呢 我盡量和他和睦 以善性惡 我盡量柔和對他 對他好的態度 搖書不一定會繼續跟他合作 因為這個人可能沒有改變 譬如有些人 譬如侍奉 他發覺他是很失信的 經常不做到應該做的事 我不是一定要跟他合作 這是我們的選擇 這個人 我搖書他 我祝福他 不過不代表我一定會接納他 在我們一起侍奉 我們可以給他一些侍奉 但是不是跟他合作 這個人的選擇 最後說到配偶 配偶我們是沒有選擇 既然你選擇了這個人 跟他結婚 你是沒有選擇的 我們就選擇跟他和解 盡力和解 愛他和善待他 除非他犯奸淫 如果不是的話 不可以跟他離婚 在我們來說 我覺得有兩個情況 是可以接受他離婚的是什麼 他是強暴地打太太和家人 總之家人 總之他是強暴地打 因為繼續打可以打死人 或者他經常在家裡偷錢 經常賭博 什麼錢都賭了 還有欠債 一直欠債 這種人我覺得 是沒有可能跟他一起住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覺得是可以 輔導 如果他都不聽的時候 是可以分開的 但普通來說 譬如吵架 那些不是一個藉口 我們可以跟他分開的 所以配偶我們盡力和好 盡力善待他 那些人傷害我們 我們會激到生黑跳 怎樣處理呢 首先不要被他激到生黑跳 盡量化解一下過程 化解一下 為什麼會生氣呢 因為裡面沒有安全感 以及計較他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生氣 但是我們不計較 他就不會生氣 為什麼能夠接立和祝福傷害的人 第一接立人人都有罪性 他們被罪所困 其實他們很慘 他們多年受傷害 所以習慣傷害人 第三 他們沒有神 又沒有出路 又沒有救恩 所以很可憐 很需要我們憐憫他 幫助他 所以他很慘 第四 我們學習不讓他的傷害影響 就是他一邊罵我一邊說 不要緊 心一邊說不要緊 第五 我憐憫他 願意搖書和善待他 第六 我們善待他們 他們未必接受 我們學習不受傷害 繼續恩待他 主就喜悅了 即是說明明他傷害我 我依然祝福他 請他吃飯 怎樣才知道 我不跟你吃飯 心裡不用生氣 他一邊生氣 他說不吃飯 不要緊 第二次慢慢來 我做了應該做的 神喜歡 這件事很多人很難 有沒有搞錯 立刻爆了 我請你吃飯 你做錯事 你又傷害我 我請你吃飯 你還說不吃 你當自己是甚麼 立刻會爆 但我們就說 神幫助我們 就算我善待他 他也拒絕 不要緊 因為神喜悅就可以了 而因為他可能 他的驕傲 他不能夠接受 第七 有些人是需要放手的 因為他們抗拒幫助 所以我們就放手了 不要以惡報惡 因為身冤在神 神一定報應 所以我們以善性惡 是神所喜悅的 好了 我們說到聖結 我們都建立自己的聖結 如何聖結呢 我們知道人人都有污衛 我們都像不潔淨的人 所有的義都好像污衛的衣服 我們都像葉子漸然 呼乾我們的罪業 好像風把我們吹來 這個經文是很真實的 說到人的罪 就算我們侍奉神 都會有不耐煩 都是罪來的 在神眼中都是罪來的 或者我們侍奉的時候 那個人不肯接受 我們都有不耐煩 或者看小他 這個都是罪來的 所以我們不能夠誇耀 我們的好行為 神紀念我們的好行為 但是我們的好行為 一定有罪 我們就求主赦免 不要覺得自己是沒有罪的 不要覺得自己是完美的 而將來我們有這個 光明結白的世麻衣 就是我們基督徒所行的義 所以我們珍惜 我們這件世麻衣 不要弄髒他 在我們人生之中 不要犯一些錯 大衛當然在天上 他的世麻衣 就不會有那個髒 你又殺人 又犯奸人 就不會有 但是他肯定受虧損 即是他沒有做過這些事 他的世麻衣 是會不同的 但是他做過這些事 是打折扣的 所以我說神啊 你保守我們 不要犯罪 不要令到我們的世麻衣 是受了折扣 是讓神紀念我們所做的一切 聖經有說到的 我們有耶穌賜的兒婆 以拯救為依靠我村上 以公義為婆給我披上 好像新郎那麼漂亮 新娘那麼漂亮 在《以賽書》內 一章十節 而我們將來 是有這個結白的世麻衣 就是聖徒所行的義 而我們被揀選的族類 是很特別的 有君尊的祭司 聖結的國度 屬神的子民 要叫我們宣揚這一位 召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 就是神了 他呼召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 這一位 這是很長的形容神 很長的英文叫Noun phrase 是一個名詞 就是召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 那位神的美德 我們宣揚 所以他縮短這句 可以說 宣揚神的美德就可以了 不過他想說 這個神就是 救我們離開黑暗污衛 入到光明那裡 所以我們都活出光明了 我們是被揀選的族類 是神揀選的 很特別的身份 是有君尊的 是屬王的 屬王的祭司 我們將人帶到神那裡 將神帶到人那裡 是聖結的國度 是屬於神的子民 是很尊貴的 所以我們就珍惜我們的生命 譬如這個人 在街上傳福音 是神很喜悦的 我亦都認識有些人 我以前認識的人 經常在街上傳福音 都是神所喜悦的 而我們去連率人 這就是我們的好行為 即是我們真的連率 那些傷害我們的人 我們的生命更加神喜悦 得勝五步曲 我留意到我有罪了 我就知道有破壞性 我就用聖經觀念處理 聖經教我怎麼做呢 祈禱求神赦免 以及給我力量 接著我選擇 我明明生氣的人 馬上說不要緊 不用生氣 其實他傷害我更慘 我就選擇放手 我選擇祝福他 這就是在心中選擇去聽神的話 而我們自潔脫離悲賤的事 就作貴重的器皿 成為聖結合乎主用 預備行各人的善事 這裡兩個器皿 左手邊是一個電腦 右手邊是一個爛了垃圾桶 有些器皿真的是這樣 有些基督徒又怎樣 他的生命都破爛了 他又經常發脾氣 經常罵人 即是他本身又不是學到 怎樣去發揮生命 所以他的作用 他不是一個貴重的器皿 亦都是一個破爛的器皿 兩樣 一個不是貴重 即是他根本做不到什麼 因為他生命沒有訓練 他不願意處理生命 所以他傳呼聲 他經常不相信他就發脾氣了 他又會在教會罵人 所以他根本就是一個有破口的器皿 就好像壞了垃圾桶 真的沒有用 垃圾桶做什麼呢 要清潔 拿去清潔 即是一個人的生命是沒有果子 但是呢 有些是很特別的 神是很特別的 就算我們臨死前一天 我們悔改 那一天都可以發揮生命 不過希望不要等到那一天才悔改 我們今天開始悔改 我們就不會再做一個爛的垃圾桶 我們做一個貴重的器皿 能夠給神使用 但是的確這個貴重是有程度的 你越早悔改 越早受訓練 越早發揮生命 你就越尊貴 因為你越學會各方面的事奉 我感謝神 神讓我各方面去學習 我多謝神 我去保守這些一切 我去珍惜 我不要破壞 我不要犯罪破壞 那這個就是珍惜有的 那大家可能說 哎呀我讀書也不是那麼多 不要緊 你現在開始可以讀聖經 讀多些 學習聖經多些 學習語言多些 學習粗練講聖經多些 這樣你就慢慢地 越來越尊貴 可以帶到人信耶穌 可以建立人的靈命 神就祝福我們 所以希望我們都能夠 成為尊貴的器皿 你想不想呢 想 就不給人影響 不給那些人激傷 不要激到生哭跳 生哭跳就不會被神用的了 而保守自己的潔淨 也都知道自己 都是一樣會激人的 我們都有激過人的 我們就求主赦免 求主潔淨我們的生命 讓我們發揮生命 神就提升我們的生命 一起起來祈禱 好 親愛天父 我們多謝讚美你 雖然這個世界很多罪人 很多人會激人 激到不得了 激到生哭跳 激到很猛 但我們知道 我們越猛 我們就越破壞 我們的生命 就越被魔鬼偷竊殺 毀壞 我們越聽神的話 我們越處理生命 我們越放手 我們越去珍惜生命 而且想到他都受了很多傷害 所以他會容易罵人 他其實是很慘的 我們就放手 我們就去祝福他 選擇去祝福他 神就歡喜 神就對著我們笑 神就欣賞我們 就加力給我們 神就使用我們的生命 主要幫助我們放下這些 所有不好的人 稍後請大家 去想到一些傷害你的人 你呢 就不是將他丟掉 是將他的垃圾丟掉 分清 不要將這個人丟掉 是他的垃圾 他的不好的說話 他的不好的行為 從你的心中丟掉 不要緊 不能死 你在宣告 不能死 我可以將他的傷害我的事 他故意跟我作對的事 我放手 他故意要搶奪我的事 我放手 神會給我 不要緊 我不會餓死 神會祝福我 我可以給大家 我給大家短時間 去處理一下 清理一下這些垃圾 亦都能够真心去祝福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 真心去祝福他们 亲爱天父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是慈爱又是圣洁的神 我们其实有很多垃圾在生命中 你都接纳我们 你卸灭我们一切的罪改变我们 所以我们今天被提升是因为你的爱 因为你重建我们的生命 我们多谢天父赞美天父 感谢天父的大恩 求主帮助我们珍惜我们有的生命 发挥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成为贵重的器皿 我们自杰脱离悲战的事 就必作贵重的器皿 能够合乎主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求主私恩祝福我们的生命 帮助我们不要被那些伤害人的人影响 因为有些罪人 他真的不能够停止伤害人 他的习惯就是不停地伤害人 他找方法伤害人 其实这些人是很可怜 他以为他自己是得性 他以为他自己很厉害 其实他是找石头扔自己的脚 他是在伤害自己 他是在破坏自己的生命 他越来越活在神的愤怒之中 求主帮助我们接纳他们 就不介意他们 不带着激气怒嘈 而是有一个祝福他们的心 求主与我们同在 释放我们里面所有的愤怒 我奉耶稣命 把所有的愤怒都丟掉 所有的被人影响的地方都丟掉 求主帮助我们平稳安静 面对那些不好的人 平稳安静去祝福他们 主与我们同在 多谢耶稣的接纳 耶稣很接纳我们 我们去到天堂那里 就可以享受无限量的接纳和爱 我们多谢天父 我们很想把地上都变成这样 我们的家变成这样 充满爱的 帮助我们 我们的教会都是充满爱 充满关心 充满生命的发挥 主与我们同在 发挥我们的生命 多谢耶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